《混音时间》 《肖像画》 Portrait de l'Aubord de l'Ever 它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 埃德加·德加 埃德加·德加是印象派画家 又是现实主义具象 它是印象派中以传统精确素描 与印象派色彩风格绝妙结合的画家 被称为古典的印象主义 德加说自己是运用线条的色彩画家 在1865年之后 它的创作转向现代题材和肖像画创作 那这幅画就创作于大约1874年 现在保存在日本石桥美术馆 那霍宁是在巴黎菊原美术馆的 一个临时展览上看到了它 同样在这次展览当中 我还看到了保罗塞上的自画像 那下一集我们会专门来欣赏这个作品 为您时间把国巴黎 感谢观看